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遭大报应 希望你一件也没做过 一起来听 在《孔子家语》上有这样一个典故 一天 鲁国的国君向孔子请教 他说 我听说向东扩展房屋是不吉祥的事情 有没有这回事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找人看看自家的风水 桌子往哪摆 床往哪放更合适 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 我听说天下有五种不祥的事 而向东扩展房屋并不包括在其中 那五种不祥的事呢 第一 损人而自义 身之不祥也 第一 损人而自义 身之不祥也 就是损人利己 会给自身招致不吉祥 这很好理解 不用过多解释 第二 弃老而取幼 家之不祥也 放弃老年人不去赡养 不去关心 不去照顾 把所有的关爱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 这个家庭就不吉祥了 这一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 为什么不吉祥呢 有人把父母和儿女的关系 用一棵大树来比喻 这棵树的果实是孩子 树的树干是孩子的父母 而树的树根是孩子的祖父母等等 如果我们希望这棵树长得硕果累累很繁茂 应该把水养分浇在哪里呢 我们应该把水和养分浇在根上 可是现在我们大部分家长所做的事 是把这个水和养分直接浇在了果实上 结果这个果实接受不了这些营养都腐烂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儿女教育出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所以有人说 所谓孝子 在古代的时候孝顺父母叫孝子 在现代这个词的含义都改变了 现在什么叫孝子呢 孝顺儿子 孝顺孙子叫孝子 还有人说的更加可笑 他说 现在有的人 他有了儿子他就成了儿子 有了孙子他就成了孙子 这怎么能够把孩子给教育好呢 有了儿你是父亲是母亲 有了孙儿你是爷爷是奶奶 你没有走到爷爷奶奶父母的道上 而走到了儿孙的道上 道都走错了颠倒了 怎么能够把孩子教导好呢 父母的身教胜于言教 在家中你能够对父母说话 和颜悦色 对父母很恭敬 你的儿女看了 不用你去说 他自然会做这些事 有一个故事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说有一个父亲年纪大了 也没有劳动能力了 儿子对他特别不好 不是打就是骂经常的呵斥 但是儿女骂他的时候 他也回骂 儿女打他的时候 他也回答 整个家庭闹得不可开交 这样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 有一次 他就去拜访一位老人家 向他说 我的儿女又是打我 又是骂我 对我如此不孝 我生活得很痛苦 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老人就对他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我才能帮得上你的忙 他说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如实回答你 老人家问他 请问你对你的父母 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比他一问 这个人很惭愧 他说 我对我的父母 就和现在儿子对我一样 又打又骂 原因找到了 于是老人说 正是因为你对父母的不孝 才导致了今天儿子对你不孝敬 如是因 如是果 怨不得别人 从今以后回到家里 你的儿子在骂你 你也不要跟他对骂了 你要承受 他打你 你就让他打 也不要再还手了 这个父亲很难得 他很听话 回到家的时候 他的儿子在骂他 他也老老实实的 不再和他的儿子对骂了 他的儿子在打他 他也心甘情愿地承受 而且脸上还有惭愧的容色 他的儿子看了觉得很奇怪 有一天就问他说 我以前骂你 打你 你就跟我对骂 跟我对打 为什么现在 我打你 你不还手 我骂你 你也不还口了 父亲说 因为以前 我对我的父母 就是又打又骂 所以才招感了 你这样的儿子 对我不笑 对我又打又骂 这是我应该承受的结果 我现在想开了 就不再和你 对骂对打了 他的儿子也很有悟性 听了之后 马上跪在地上 对他的父亲道歉说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 对待你了 你看 儿女怎么样对待我们 我们反思一下 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 对待父母的 第三个不详就是 事贤而用 不销 国之不详也 把贤德的人都放任了 任用的全是不销之图 这是国家的不吉祥 第四个不详就是 老者不教 幼者不学 俗之不详也 老年人不愿意教年轻人了 幼年人也很傲慢 不愿意向老年人去请教 这是风俗的不吉祥 第五个不详就是 圣人服逆 愚者善全 天下不详也 圣贤的人 有智慧 有德行的人 都隐居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被重用 不被国家重视 他们的谏言也不被采用 这些人不图名 不图利 所以就隐居起来 不出来做事了 愚蠢的人 却把权力给夺取了 居于领导位置 这是天下的不吉祥 所以 真正的不吉祥 并不是说 你家的风水不好 中国古人说 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这个地方 本来是风水 很不好的地方 一个有德行的人 去居住了一段时间 风水就变了 变得很吉祥了 假如这个地方 本来风水很好 但是一个没有德行的人 去居住了一段时间 也会把风水给变坏的 所以 关键的 不是去找人 看一看风水 而是从我们的内心 培养起 对父母孝敬 感恩的这种品德 古代帝王将相 都找最好的风水 但他们还是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福德 气数已尽 风水自动变掉 你若不是时时日日 经常积养福德 就养不起好风水 它会破掉 好比你的财富 养不起一头大象 大象岂不饿死 你若是换养一条小狗 或许还养得活蹦乱跳 所以 你没福分 还要住福地 这更糟糕 你不是帝王福德 镇不住江山 却要穿上龙袍 要万民臣服 这不自寻死路吗 没福德 镇不住风水 反乘凶象 大家住在非福地 也要感激 这是上天给你生路呀 赶快趁这个时间 积累得福 得福增长了 你不搬家 风水都要变化 因为风水 被你每天的人气养好了 要积累现实 就可以享受得福德 比如好的姻缘 工作顺利 资财积聚 考试发挥出色 各种申请不悖剧 乃至现实生活中 一切福德顺义 只要不顶撞父母 面容柔和笑对父母 和父母说话 柔声软语快快乐乐 这些基本的东西要拥有 都是没有阻碍的 世间的一切 看你孝顺父母 会非常尊敬你 丝毫不敢阻碍你 这么好的改命方法 大家却不知道 太可惜了 平时多少都要拿出财物 供养父母 不要找借口说 老婆孩子房子需要钱 你这个样子 以后你老了 你孩子一样也不会供养你 连借口都和你一样 这叫父行子消 孝顺父母的人都是有大出息的 供养父母的人 这个福报是现实报 福德太大了 就算是苦恶命运 也根本挡不住自己的福德 孝顺 孝顺供养父母 哪怕只是做一天 生活都会有不可思议的改变 你一年不顶撞父母 就能灭尽三十年力气 之后你缺少的都会一起到来 一切不顺都会自动顺遂 你孝顺供养父母一个月 让父母高高兴兴 这个月你的烦恼事都会自动化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